我记忆中好像没有跟大家讲过眼红的问题 今天又花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真的非常普遍 基本上最简单最简单的 我们看有没有眼红的大问题 第一件事要看清楚究竟是如何红 大家日常会遇到的两大类 大家可以看看照片 这里有两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两种眼红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如果大家细心看的话 第一张是眼睛的位置 全部都红了 全部都红了 这个又是眼红 看起来好像比较害怕 第二张照片 大家看到眼睛都是红了 不过它好像没有第一张红得那么厉害 只有一点粉红色 英文有些叫Pink Eye 不是Red Eye 两种都完全不同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一下 我们讲回第一种 第一种比较害怕 但相对多数都不是严重 其实有机会第二种Pink Eye 就是小小红的那种 有机会是严重问题 红了是什么原因呢 红了是结膜下出血 结膜就是我们眼白上膏最外面那层透明的膜 这层膜的下面 这层膜的下面 是有些血管在 如果不幸 各样原因 就是令到血管损了 损了 损了的话 它直接有些血流出血管外面 但是它有一块膜包住 它就不能够像这些地方 皮肤流血那样流出来 它就要被迫在那块透明的膜下面散开去 变成它一散散开去 就在那块膜下面散开 就变成一大大 所以它少少流血也好 就变成红了一大大 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害怕 这些东西有什么原因呢 最常见就是一些 少少创伤性的东西 比如说咳得很厉害 打一次很厉害 甚至乎你去厕所用力谷 即是压力 打一次也好 咳也好 即是去厕所用力也好 血管就会在头部的位置冲血 包括结膜下面的微小血管 如果血管脆谷爆了 它就会滲血 就会形成结膜下出血 通常都没有感觉 有时候完全不知道 它多数都是比较平 不会凸出来 如果血多 它就会脏脏地凸出来 脏出来 你可能会有点感觉 或者斩眼的时候觉得有点刮 有点不自然的感觉 但很多时候都没有感觉 一般一早起床 看过镜头的时候 发觉眼红了才发觉 有时候都是外面的东西 例如你触眼触得大力 或者随大眼形 指甲长 刮到它都会形成的 有时候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糖尿病 或者血压高 血压高明烟 有机会令微小血管容易脆 糖尿病 其实是一样的 糖尿也是一个影响血管的病 那些微小血管 就比较脆弱 有时候会滲血 当然如果你经常都是这样 眼睛红了 不断不断翻发 没有好转 都怕血液凝固有问题 比如说怕血癌 那些通常会有其他病症 例如颈部的淋巴会肿 常常会很疲 发烧 这些血膜下出血 看起来很害怕 但大部份都没事 通常过了一个星期 十日八日 它慢慢就像去乳 它慢慢变成黄黄啡色 然后散了就没事 好了 我们谈谈第二种的红眼 或者叫Pink Eye 粉红眼 粉红眼 你仔细看 它其实 正式的名字 叫做结膜充血 之前那个是出血 即是血流出血管外面 现在Pink Eye 就是结膜充血 充血 即是血管充满了血 但是充血 也没有流出血管外面 没有真的流出血 即是眼睛的血管充满了血液 血液也被捱在血管上 血管比较脏 你便看到它一条条血管 那麽多血管在一起 涨了 看起来就变红 红痒 那结膜充血 最常见就是 大家常说红眼症 其实是结膜炎 Concentivitis 有些病毒感染 或者細菌感染 大部份都是病毒 大部份都是线病毒感染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一般是有点红、有点不舒服、有点痕 眼膠会多 看东西一般都不受影响 也不会很痛,有点不舒服 可能滴眼药水或看医生滴眼药水 过几天他就没事了 但在这个种类拼挨里面 有一部份是严重的 如果你发现眼睛虽然只是结膜充血 只是血管扩张了 但如果加上其他病征 例如几件事都要小心 一是视力差了 即是看东西看得不清楚 看得蒙了 或是看东西像下雨的玻璃窗 看出去的灯光就像化开了光云 这要特别小心 或是看东西的视野窄了 例如说很容易碰到旁边的东西 即是看不到旁边的东西 前面的视野窄了 很容易撞到旁边的东西 也是要小心的 第三是如果这个paint eye 加上眼睛很痛 或者眼睛本身痛也好 眼睛后面痛也好 或者加上头痛也好 那些也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有些会痛到呕 眼睛的结膜充血又痛 头痛或者加上呕的话 那就要很小心了 通常这些东西怕什么呢 我们怕第一就是青光眼 青光眼这个名字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这样叫 青光眼就不是眼发青光 发任何光出来 完全跟光没有关系 青光眼就说眼球里面 眼球好像一个球 里面有些水分 通常水分就不断重新 有入有出 但是如果你说青光眼 通常有入没有出 里面的水越谷越多 压力会很大 那就是青光眼 简单说就是眼压升高 你说眼压升高是怎样的 除了痛之外 因为眼里面有视觉神经 眼压不断升高的话 那些压力会压坏神经线 影响视力 所以青光眼 你不理会影响视力 青光眼如果痛得紧 就会痛到头痛 或者吐 第二件事要小心 就是我们叫Uveitis 叫红膜炎 红膜是什么呢 红膜就是Iris Iris就是眼珠 上面黑色的部分 就是瞳孔周围 眼珠中间黑色的孔 就是瞳孔 瞳孔周围眼珠 就是黑色的部分 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可能是蓝色 可能是绿色 那部分就是红膜 如果那个地方发炎的话 他的病症就是 结膜那里的血管会充满血 有时候眼珠上面的位置 就会好像熟了 眼珠上面熟了 又会影响到看东西不清楚 而且很流行怕肛 一见到肛 眼睛很不舒服 你不理会他 他发炎的话 会影响视力 所以红膜炎和青光眼 这两样东西都会引起 黑色眼睛的结膜 会痛 头痛 眼痛 甚至有些会吐 那些 一定要尽快看医生 如果是红膜炎 红膜炎很有趣 红膜炎可以和其他身体的病 有关联 尤其是强植性脊椎炎 叫做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kylosing Spondylitis 的人 有强植性脊椎炎的人 很流行有红膜炎 甚至乎 有红斑狼瘡病的人 都会容易有红膜炎 如果你有病历 甚至不知道有病历 例如发觉 背脊痛 又出现红膜炎 就可能要厌血 看看有没有其他病 或者如果家人 很多人都会有 背脊痛 加上红膜炎 都要小心有其他病 今天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提提大家 新书 Dr. Rex 医学幼稚园2 已经出版了 新书更加适合大家的需要 有很多蝙蝠教大家 如何选择身体检查计划 以及如何简单去看 验血或化验报告 大家可以去三中箱 成品、田园书局、天地图书去买 我亦有Patreon平台 上面有很多医学影片 亦有很多我分享的文章 各方面的内容都有 欢迎大家加入成为会员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